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只是涉于他的权威 如果哪一天厂公真成为一个平凡人 就算是死了 都不会有人为他收尸的 楚公公的事就是最好的例子 你真不怕死 我就知道 你收服不了人 那就会动手杀了人 鸿玉还不快跪下赔罪 如果你真有本事 让我心服口服 我自然会跪下赔罪 但是他只会用武力 我瞧不起他 我凭什么给这种人下跪赔罪呀 我没有你这个师兄 我给你安断一绝 宁儿 你不是要跟义父学武功吗 学武功第一个要求就是 不能对敌人手软 师兄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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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